主料,高筋面粉150克,鸡蛋45克,主料,奶粉一勺,盐四分之一勺,干酵母一勺,水漆10克,黄油20克,起司120克,糖粉30克,玉米淀粉30克,细砂糖50克,低筋面粉4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1-2人, 除黄油外,A所有材料,揉成效光滑面团,然后加入黄油揉至能拉出布局于薄膜,锻炼成锯脂状的扩展阶段,面团放入盒内,覆盖保鲜膜,进行28度的基本发酵,时间约为1小时左右,发酵好的面团有之前的1.5到2倍大,手指占高本戳入基本不回盘说明发酵好了, 基本发酵好的面团轻轻拉成长条,分割能4等份,拍片,排气,滚圆,进行中间发酵15分钟,制作芝士糊,软化的芝士加软化黄油脚打顺滑,加入糖粉拌匀,分次加入鸡蛋拌匀,最后加入了玉米淀粉拌匀,拌好的芝士糊放入冷藏备用,取出后的芝士糊用勺子挖起,应该是不低落的, 制作酵粒,抵粉加砂糖,加入硬硬的黄油粒,用光板切切切,然后再用手搓均匀,拌好的酵粒也放入冷藏备用,中间发酵好的面团,再次滚圆放入35度,湿度85%的环境下,约发酵一小时,发酵好的面团,用表画带挤上芝士糊,撒上酵粒,180度约20到25分钟,烹饪技巧, 一,芝士糊的芝士和黄油要软化,而酥粒中的黄油要是硬硬的小块,做好后都要冷藏,二,芝士糊和酥粒的量我做多了,你只需要按照我做的量减半就可以了,面团还是四个,三,挤芝士的表发带,约剪出一厘米直径的口子,转圈挤满面包体表面,四,发酵时间和烘的时间,只能作为参考, 这还需要你在实际操作中,多观察面团的状态,不,冷却的面包要密封保存,很快撤掉就常温保存,不要冷藏,以免失水老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